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接着看感应篇第三十一节 只有一句 受宠若惊 这一句跟前面两句连起来 它是讲无痴 所以这三句就是佛家讲的三上根 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 很不容易体会 荣愁 现在的人讲的荣誉 别人加给我们的荣誉 我们自己要想一想 这个荣誉该不该得 如果不应该得而得到的 决定不是好事情 老子所说的 复兮或所欲 这个话讲的非常有道理 即使应该得得的 也要尽量的清晰 否则的话 也会惹来祸害 什么祸害呢 诸位如果冷静观察 你不难见到 嫉妒障碍太多 你是做的好事 你是设好人 社会过地方给你表扬 很多人看到心里不舒服 尤其是这个时代 古时候人性厚道 换一句话说 嫉妒的人少一点 不是没有 现代的人 已经完全 没有缘分 接受到圣贤的教育 他从小 所见所闻 所学习到的 都是真名助力 看到别人的荣虫 他能放得过 所以在现在这个世界 做好事很难很难 做好事 受人毁谤 受人侮辱 他还可以存在 做好事 常常受人赞扬 恐怕他就不能长久了 你们想想看 现在是不是这个社会 所以这一句话 我们今天看到的 感触 尤其是神 我们要懂道理 礼仪 明白之后 就晓得我们应该怎样做 无论做什么好事 越是大的好事 知识越低 越低越好 做好事 越不让人知道 越好 感应片给我们讲的 应得 应得就是做好事 不必让人知道 让人知道的 已经不是好事 可是今天 资讯很发达 做了一点点好事 就有一些新闻记者 他们都打听到了 来给你报道 来给你表扬 让别人看到 神气度 障碍 来找麻烦 这些事情 我们有没有想过 坏事 决定不能做 好事 应当要做 做好事 最重要的 一段事情 绝不求果报 如果有 习求福报的因 不但福得不到 得到的是灾祸 古时候 现在更多 那么这样说起来 好事 应不应该做 还要不要去做 这度说 好事 应该做 一定要做 为谁做呢 为社会做 为众生做 希望 求 社会 安定 世界 和平 确定 确定不是为自己 做 昨天 昨天 我听了 记住室的 录像带 他讲的 是 最近 真实的 事情 一个人 在夜晚 拉了个车 拉了五个人 这五个 不是人 五个是鬼 拉到一个人家门口 他们进去了 去投胎 投猪胎 那个人家了 生了五个小猪 这个说明了 六道轮回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些事情 很多很多 上一次 香港雷居寺 在此地 他也给我们讲 六道轮回是真的 他亲身经历的 给我们做了一个 报道 我们也把它 用录像 录起来 诸位尝尝 看看这些 听听这个 这不是假的 不是迷信 所以问题 眼光 要看远一点 我们来生 到哪里去 会不会变成猪啊 会不会变成独学猛兽啊 死了以后 到哪里去 都在一面之间 佛给我们想 最后一念 决定你到哪里去 佛菩萨 祖师大德 劝我们念佛 好事情 念佛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最后一念 最后一念 还是念佛 这决定往生 如果最后一念 变了 一个不高兴 佛号忘掉了 一念成慧心 就三恶道去了 一念贪爱心 也许你三善道去了 你贪爱 人天富贵 决定在最后一念 因此我们学佛的人知道 性的力量 怨力要强 无论是顺境逆境 永远不必 我们才能达到自己 希求的目标 所以 断我修善 极德雷功 我们常讲 以这些功德 回向净土 回向菩提 回向众生 不为自己 不为自己 我们自己 这一身所受的 吉凶祸福 就无所谓了 心地坦然 不放在心上 不放在心上 一定要断我修善 一定要 极德雷功 遵照佛菩萨的教会去做 一定是正确的 心量一定要脱开 诸位要晓得 所有业切的罪业 从哪里来的 心量太小 容不得 容不得人 容不得别人的意见 那就错了 一定要学佛菩萨 佛菩萨自己没有意见 所以能够容纳 一切众生的意见 佛菩萨没有意见 佛菩萨容纳一切众生意见 我们怎么会知道的 我们看到佛菩萨说种种经 就是容纳别人意见 佛菩萨说的经法 就是听别人意见的反应 他的反应 是真实智慧 究竟智慧 圆满智慧 能令众生 听了之后 就开悟 就正果 虽然开悟了 正果了 改变了众生 对人生宇宙的想法 看法 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 并没有改变他的习上 他所崇尚的生活方式 风俗习惯 没有破坏 那改变众生的是什么呢 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了 这是佛法 这个是佛法的教训 所以佛法能令一切众生 欢喜信收 原因在此地 画这说回来 总要我们现行 能得受用 说的太高 太寻言 我们得不到受用 这个话叫废话 佛法说的 最低的教训 最切实的受用 佛告诉我们 要把自己的意思放下 佛法经常讲得很清楚 正的阿罗汉国之后 才能相信自己的意思 我们想一想 为什么 阿罗汉是正觉 没有正的阿罗汉之情 你虽有聪明 虽有智慧 在佛法里面讲是 事之变从 这个诸位知道 事之变从 把难之一 那是什么难呢 所知障 为什么阿罗汉的智慧 算是真智慧 能够相信自己 阿罗汉已经做到无我了 所以能相信自己 我们今天 起心动念有我 既然有我 当然 你那个念头一动 不知不觉 不管你有意无意 决定是 符不符合我的利益 有意无意 这个东西在作祟 什么是我 法相为时 今天里面讲的 第七摩那时 执着阿赖耶士的一分 以为是母 相中解释得更清楚 四大烦恼常相随 什么生活呢 吃生活 愚痴 见生活 见生活 成见 我的想法 我的看法 外国这时候家说 我思乎我在 你们想一想 就不是我见 他说的没错了 我无相中讲到 我是什么 我是我见 就跟他讲的是一个意思 他只讲一个 佛讲四个 我吃 我见 我慢 我爱 慢是 慢是晨慧 爱是贪爱 什么东西生活 贪嗔痴是我 沉见生活 你有这些东西 你的思想 你的思想见解就不会正确 阿罗汉 没有了 阿罗汉 这个四大烦恼 断掉了 诸位要知道 我见 虚脱还 就断了 我见是属于贱货 我吃 我慢 我爱 是属于私货 这经上讲的这么清楚 所以佛法讲 邪症的标准 症症 症症的标准 必须这四个烦恼 断掉了 诸佛如来 法身大肆 心包太虚 两周杀戒 量大福大了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荣如 荣这个 这个 这个 荣誉 不好当 世间人看到 好事情 大家都要争了 有智慧的人 聪明人 总是想尽方法 回避 我们一定 要知道 祝贼灵灵灵 引用了 一段故事 周成王 风不清 周公有几句话 开导他 这个几句话 他揭露在此 知道我们学书 知道我们学习 他说 子 我以 卢国 教人 那个时候 卢国的文化 鼎盛 周公 周公 是大圣人 孔老夫子 一生 最敬仰 最佩服 孔子 是卢国人 卢国文化水平 在那当时 非常高 你千万不要以为 你是卢国人 而骄傲 总 教诫他吧 周公 这说 无文之 德行 广大 而守之 以公 者 人 我们想想这个道理 真正有德 有行的人 什么是德 我们可以说 总结佛法的修学 我们写了二十个字 我相信大家都记得很熟了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是德 心里头常常有这十个字 这是德 什么是行呢 看破 放下 自在 随缘 念佛 是行 真正有德 有行 那个人 表现在外面是 恭敬 对待一切众生都恭敬 这个人是真正的荣耀 我们想想他这句话 孔劳父子做到了 学生 赞叹父子的德行 温良 恭敬 让 夫子对人恭敬 不管什么人 绝不敢 亲慢 一个人 成就他的代行 七年万事 后人都把荣耀 归于 父子 第二句说 头地 土地 不愈 而手之 一紧 这安 古时候 对国家 对人民 有功 封赏 封土地 今天我们把这句看作财富 你有很大的财富 很多的财富 你能守之一紧 借紧 你才能得到平安 如果你有财富 你的生活摄持 祸害就来了 在中国上最有名的是从 大富大贵 生活 享受 摄持 祸难 到最后 身败 名裂 他被杀了 财产被没收了 借记 财富从哪里来的呢 过去今生财不失 带来的 最终 过去供财神 财神是谁 犯利 现在听说财神换了 官夫子了 不知道谁给他换过来 没有道理 官夫子讲义气 中义 那这是 他是 明实相符的 这理财 没听说 官老爷的时候 做过财政部长 做过经济部长 没听说过 他理财这个能力 我们没听说过 范利 你看范利 帮助岳王勾结 打败无口 他知道 岳王这个人 可以供患难 不能供富贵 他忠心为国 不为自己 国家复兴之后 他知道辞职 辞不了 岳王不会答应 偷偷地溜了 走了 该民换信 去经商 做生意 没多久 他发大财 发财之后 把他所得的财物 统统拿去捕食 救济贫苦 然后从小生意 慢慢又做起 三句三散 自己生活 借借 帮助社会 帮助社会 所以中国 后人 懂得知道他理财是成功的 是社会的好榜 供奉他做财神爷 那个意思是 你们想发财的人 要向财神爷学习 向范利学习 发财 不是为自己享受 发财是为 救济社会的贫困 这个财 值得 有意义 有价值 发财是 一个人享受 一家人享受 一小厨人享受 决定错 那会带来灾难 下面说 鹿为尊荣这 手之 以悲 这贵 鹿为尊荣说 你官做得大 地位高 越是高官厚爵 越是悲情 不敢在人上 自卑而尊荣 你这是真正的贵人 你的富贵 不会是富 这些教会 真实教会 人中兵强 手之以微 这神 这是讲 各家的军备 武力 虽然非常强大 常常怀疑 危惧之心 这是真正的胜利 要以这个强大 处处欺负别人 处处压别人 终归于毁灭 所以是 骄兵 毕败 这个在历史上 我们看得太多了 现实 这个世界 我们也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下面说 聪明雷智 而守之以欲 这仪 博文多济 守之以浅 这广 周公 教拜秦 这六章四旬 精于亮眼 这个是受宠若今的落实 真正懂得 怎样出世待人久 怎样能保全自己的 功名富贵 这在我们修行 我们弘法立身 决定不为自己 为一切众生的福质 为整个世界和平幸福 诸位要想着 你一个国家 富强 周边国家不富强 中国古话讲 一家保暖 千家月 这是四十真相 大家都好 我们这个好是真的 我们一个人好 大家都不好 灾难就来了 你是众人之敌 造人嫉妒 造人嗔恨 你还会有好日子过 所以要帮助 一切不同的族群 帮助一切不同的宗教 帮助世间一切苦难的人 大家才会有真正 幸福美满的生活 这是古圣先行 教导我们的 只有不为自己 才是真正的 既得内功 有丝毫私心 穿在那里面 就把你的功德破坏掉 这是我们要记住的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祝福美满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